都说一日夫妻百人 可如今身为丈夫的朱大明却不顾旁人的目光 上前将妻子一拳打倒在地 可怜妻子李可欣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已经倒地不起神志不清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这对恩爱夫妻当众大打出手呢 在观看本期视频之前 请给阿正一个点赞和关注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朱大明今年47岁 与妻子李可欣结婚12年 且生下了幼儿一女 在外人的眼中 她为人老是本分 从不惹事 这些年来 为了维持一大家子的生计 她开过店完成 搞过网吧 但最后干下来都赔了不少钱 最终为了两个孩子的奶粉钱 朱大明不得不前往工地搬砖 后来凭借着吃苦耐劳的精神 家境也终于殷实了起来 如今的她 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包公头 生活也是相当的滋润 就当她以为幸福的生活会一直持续下去时 随着妻子的同学的介入 朱大明逐渐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危险 妻子李可欣在百般要求下 最终让丈夫朱大明同意了妻子的同学 刘金亮来工地上工作 那时的朱大明本以为 只是顺手帮了妻子熟人的一个小忙 但她怎么也想不到的事 就是这个男人几乎毁了自己幸福美满的家庭 刘金亮来工地上班不久 朱大明就发觉了一丝不对 从前妻子李可欣 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都对她千一百顺 然而自打这个刘金亮来了工地 妻子渐渐对她的态度急转直下 却与刘金亮亲密无间 与之前判若两人 妻子不仅与刘金亮整日外出旅游 还一起吃饭逛街 甚至经常夜不归宿 丈夫朱大明经过多方打听 还发现了一个令她沉默结舌的事实 原来刘金亮不仅仅是妻子同学这么简单 她还是妻子的初恋情人 跟这个男的什么 代表是假正经吃饭 那我就是 我不管这个东西怎么讲 是男人都有一颗气 我肯定就会 这里当着我的面前 我肯定会就打到他两下 打到他一下吧 以后他就跑了 要他回来跟你 他告诉我 是在外面打个这场子 那你觉得他们是不是旧情复燃 之前他们有没有有意表 可能就是说 以前是同学或是朋友 可能以前 但是我问了别人 可能他们已经可能说是疼过 但是当时家里条件不好 后来就没有疼疼 以后可能就这样就没在一起 朱大明在得知这一切后 他觉得自己不能坐以待毙 为了挽回妻子的心 他毅然决然地辞退了刘金亮 然而蹊跷的是 在刘金亮被他辞退后 妻子李可欣却忽然对他提出 要外出打工 当时的朱大明也没有想那么多 本以为是妻子在工地带的苦闷 想出去溜溜弯 但却没想到 妻子这一走 竟然几个月都没回来 为了寻找妻子 朱大明不远万里来到了北方 经过多方打听 最终的结果 却让这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心都碎了 原来妻子所谓的外出打工 竟然是和初恋情人 刘金亮私会 两人不仅在当地一起租了一间房子 还盘下了一间蛋糕店 整日亲亲我我 刘金亮负责做蛋糕 而妻子负责前台卖蛋糕 这样的生活 两人已经过了半年之久 知道这一切的朱大明再也忍不了了 他冲进蛋糕店 便与刘金亮争执了起来 期间两人险些动手 但最终妻子李可欣 在保证不再和刘金亮来往后 朱大明才放过了这个男人 然而夫妻二人回到湖南没多久 妻子李可欣却又一次消失了 并且这一孩带走了家中的数万现金 朱大明在得知这一切后 怒不可遏 他猜到妻子极大可能是 又去寻找初恋情人刘金亮了 这一次他不再忍耐 叫上几个朋友驱车 便前往了之前那个小镇 在这里他再次见到了妻子李可欣 然而李可欣见到丈夫找来 脸上却没有意思对不起丈夫的神色 反而向众人控诉丈夫 妻子李可欣道 自己对丈夫从来就没有过真正意义的感情 哪怕是后来结婚 但那也是家中老一辈人安排的 是没有经过自己同意的凤子成婚 而丈夫这么多年 也缺乏照顾关心自己 而当丈夫问起李可欣 她与刘金亮是什么关系时 李可欣却死不松口 咬定二人是朋友关系 说完李可欣就要离去 看着妻子的背影 丈夫朱大明压抑数月的怒火 最终爆发 她冲上前去想拦住妻子 但是李可欣去已决 见此情景 朱大明怒火中烧 对着妻子的脸上 就是狠狠的一拳 这一拳顺时间便把李可欣打懵了 只见她片刻后便瘫软到底 昏迷了过去 丈夫见此情景也是后悔不已 在医院待了不久 妻子李可欣便醒了过来 她坚持要与丈夫离婚 并且必须拿到一半家产 如果丈夫不同意 那么就对不公堂 那么你认为丈夫朱大明 该不该答应妻子李可欣的要求呢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发表您的意见 你们的留言 我都会一一回复 感谢各位观众老爷的支持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请给小编点个关注点个赞 小编在此谢谢各位观众老爷们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 Bye 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